没想到 你身手这么好 我还以为 你还以为 我不过是个闲散王爷 私体不勤 骨骨不分啊 直闲时随便练了些小把戏 不为别的 这位能用得上的时候 不拖累别人 还有 可以帮帮朋友的忙 想来王爷的朋友 自然也是人中龙凤 应该也用不着别人帮忙吧 你平时就是这么夸自己的 霓裳不敢高攀 不是 我说 你这个人吧 平时看着挺清楚明白的 怎么一说话 总被人添赌啊 我 我又怎么了 先赌个话 我 蔚芸 蔚芸 你这是怎么了 我输 我杀人了 这把剪刀是 我在地上剪的 我就是用这把剪刀 这把剪刀 可是物质 可不能乱丢啊 刘二叔 请你处理吧 你把你身上这叱衣服 找个地方给我烧了 好好回去休息一下 等明日起来以后 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记住了吗 你把你身上这叱衣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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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个地方给我烧了 记住了吗 咱们苏家的时候 可是一种俱荣 一损俱损 一笔写不出两个苏字 从今年起 你跟二叔之间的恩怨 就一笔勾销了 现在是咱们 同心协力对抗外敌的时候 你可明白 多谢二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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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